退焦点带您关心到 北市华西街夜市有一间摊商 在半个月之内遭燃 撒明纸 喷漆 还有剥除鱼 隔壁店家的生意也备受影响 差一点做不下去 警方事后抓到嫌犯 嫌犯公称说跟被害的店家熟识 在十年前的时候 还在同一间的海产店打工 但是不满当时两个人吵架之后 被老板炒鱿鱼 才会怀恨在心 事后报复 小巷内黑的成型男子鬼鬼祟祟 停好车后徒步走往夜市内 他知道摊商还没有营业 就趁着人不在时泼洒明纸 甚至用喷漆喷上了不雅字眼 但这还没有完 几天后的深夜 他又回到了现场 这次改拿一大桶的厨鱼 二话不说就往摊商泼 附近摊商也受波及 帮忙报案后也像受害了店家反应 但没有想到对方很不领情 事发在北市万华的华西街夜市 嫌犯成型男子落网后攻撑 和受害的摊商原本就认识 十多年前还在同一间的海产店工作 但当时两人多次吵架 老板一气之下就向两人炒油云 十年来他一直怀恨在心 日前恰巧路过 得知对方刚好开店才会下院报复 附近摊商也说 当时的店家跟房东 还有另外的租约问题 因此这次有其他抽分 他们并不意外 但也希望当事人能够好好解决 别再让无辜的摊商 遭受持语之殃 季节前长胡伟伦台北报道